就是可以帶過去啊 聽過一個說法 就是大家通常聚會 現在不是都去唱KTV嗎 對 那這時候是最好測試的 因為KTV很吵 所以一定會做很近 跟我講話 美人姐我跟妳講 聽不到 對不對 而且妳不能聽完就這樣走了 妳要 妳要 現在講完之後要 然後還有 還有這個時候很重要的是 碰觸的地方 OK 妳一定一開始先碰膝蓋 因為男生膝蓋在旁邊嘛 就會不小心碰到 碰到 OK 然後而且一定要 然後到這邊都OK 她都沒有那個 不舒服的感覺 大家也都覺得肢體接觸都OK 所以一定要 越過她去對面 去隔壁一個拿個東西 OK 對 一定要越過她 或是美人姐我跟妳講 那怎麼樣 對 這個是男生 在把麥克爾講 我們都是被男生摸欸 我們都是被男生摸欸 我們不會自己去摸男生 真的啊 姐姐比較主導 姐姐比較主導 我們不會討論 怎麼去碰男生 我們都是被男生摸的 可是我覺得美人姐比較主導 對啊 不是因為這是女 我跟你講 我們當然妳可以這樣講 對不對 可是有很多不是每個嫩妹都會被摸啊 沒有可是因為妳知道為什麼 可是我們這個是我們主導 我們通常知名度比較高 又視野有成 所以男生通常會比較緊張 你有沒有 她靠近她會覺得 喔天啊 然後再會說美人姐 她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她會慢慢慢慢慢慢 可能一個大包廂裡面 她會從對面慢慢慢慢慢慢 唱三四首歌 她就坐過來 還會跟你兩個人合唱一曲喔 而且我會這樣子對唱 這個是高手在過招 所以一切靜在不言中 所以一切靜在不言中 大家就知道 大家的程度嘛 對不對 那妳的程度 我就沒辦法用這一招嘛 對不對 這不需要啊 這不需要啊 妹妹 聽我講完 妳有可能 有一天會用到 好嗎 好 謝謝姐姐 所以一定是從膝蓋 先摸膝蓋這樣 然後妳不會不舒服的話 不會啊 因為妳不舒服的話 妳腿會挪 或者會起來 我接手機我就走了 OK 那大家高手過 別的地方起來就麻煩了 不會啦 就是一樣是這樣 可是就像曲老師講的 如果這時候這個男生 站起來要去洗手間 我們就知道 大家高手過招到這裡 然後妳知道怎麼樣 然後Debbie就會坐過來 所以她在洗手間出來的時候 這個位置 她就會坐在可能那邊 就沒那位置 就不會了 而且她一走 會走很久的話妳就知道 如果她回來的話 她還要找同樣的位置 那我就覺得 那我剛剛可能 她有機會 對 好恐怖喔 然後呢 跨過去之後 她怎麼就是會 怎麼那麼恐怖啊 手在這裡 手在這裡了嘛 對不對 OK 然後這個時候 這個男生可能是 靠在後面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一定要起來 拿個東西 不小心疊住 這個時候我就來了 疊住了 看到我的手沒有 看到我的手沒有 我的手在哪裡 打在大腿了 OK 哇美人姐 這真的 她那個時候如果還沒有反應 她如果還沒有反應 妳就要小心 但是我告訴你 我們熟女不會 就這樣一直按著 我們立刻拿開了 不好意思 立刻拿開了 好像沒有發生過 可是已經勾到男生 這太暗示了吧 這超有用的 意外啊 就拿了東西 欸沒有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親愛的 這怎麼是暗示 這叫民視 這已經是民視了 如果這個男生 還沒有不舒服 不喜歡 就可以聊很多東西了 接下來可以講 我跟你講再下來呢 而且妳知道嗎 男生一旦她的 屬西部的這個範圍 願意讓妳碰觸 其實她是她很隱私的地方 被妳一碰觸之後呢 其實她如果沒有 反射的台詞的話 欸是不是有一點 有 我跟你講我朋友會更高 是兩個女生 這樣子這樣講話有沒有 然後那譬如說美人姐 然後終於是個男生 美人姐說這個女生更厲害 美人姐她的手是在那邊 然後我說啊 你說什麼 就往上點就對了 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直接就 啊你說什麼 就這樣子 然後她就輸了 我就輸了 這時候我們手就會拿開 對 然後女生再開 那是不是這樣欸 不是這樣 那個什麼什麼 那給妳好了 她就這樣 你們講的有道理 因為我說 比如說年輕的女生 像我常常在 我常常在這個 KDD考察嘛 然後你知道 考察 我們看到很多 年輕的女生如果她喜歡一個男生 她根本就是 完全吸在那個男生旁邊 就是 就是這樣吸住 然後我們都會偷笑那個男生說 唉唷 今天晚上有一個吸 就是她吸在旁邊這樣 可是其實是不舒服的 其實那個男生根本最後也不會帶這個女生去 也不會喜歡這個女生 所以其實還是要有一點點身段 我跟你講還有一招 大腿大腿 喝到後面對不對 大家唱唱唱到後面 今天真的很開心的時候 你就男生在這邊 如果這邊有女生說 哇今天真的唱得好開心喔 哇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就順勢就倒上來啦 那兩邊都要倒喔 不覺得很適合 對 你不可以顧慮太明顯的一邊 對 但是可以這邊挺久一點 然後那邊只是哈哈的就回來 對對對 我相信哈哥還是喜歡嫩妹靠的旁邊 我覺得這很棒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這整段的內容 他笑點我剛剛這樣講 不髒嘛 很棒 沒有髒的脂粉器 對 因為如果說有一個女生從後到尾 比如說真的有一個女生一直從後到尾 黏在你旁邊的話 其實不喜歡 你會覺得很煩 煩 因為其實真的就像美人姐說 一定要有一點身段 你要讓她好像有一點想吃又吃不到那種感覺 而且這段會讓我覺得說 手女其實說 乍聽也覺得有點恐怖你知道 可是仔細想想這種用心 非常非常的可愛 非常棒 跟我們相處是比較安全的 因為我們懂得分寸 對 而且會很好 會收 而且你知道我們會懷孕 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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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排 前排 而且我們自己如果覺得對方覺得不對 我們就走開啦 我就走開了嘛 不會黏人啊 真的會啊 我就換了不同 好 手女獲勝 沒有 還沒 還沒 最後呢有一個 最後一個問答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這些答案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男生最近會覺得說 究竟手女跟這個嫩妹她們的魅力在哪裡 好不好 好 來 好 各位來緊攻問題 請問第一題 男友必須具備的條件 我寫太小了 我以為她們打很多 在嫩妹幾乎都是寫體貼貼心包容 這個才可怕 能幹 這才可怕 能幹 但是在我們手女這邊就比較直接 能幹 要有能力啊 有能力 後面你寫能力 能力 能力 淡淡是愛我 然後是貼心幽默 曲老師是一雙迷人的眼睛 對啊 你是唯一寫比較肉體的 我 對啊 特地是講到外型啊 哪有 浪洞你也有一雙迷人眼睛啊 任馬也有 任馬也有 你看哈瑟宇的眼睛多好看 你看 哈瑟的眼睛 對啊 逼一起來 均一雙迷人的眼睛 來 我看那妹 貼心 貼心 幾天 包容 溫 溫暖 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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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懷還是什麼 這是有一個包容的心吧 喔喔喔喔 大氣度 我也覺得這個 哈孝遠絕對有 這個沒一點 我自己的感覺 因為在嫩妹方面 都覺得是胸懷跟包容 就是感覺上 是不是嫩妹反而比較 換句話說 嫩妹比較不體貼 就脾氣啊 希望說對方來更 體貼他們 會有一些脾氣 喔 就覺得好像 其實嫩妹是比較 等著男人來伺候他們 寵愛她 對來寵愛她 寵愛她 所以男生 你真的要把嫩妹 你變成一直要出討很多 你的招式要很多 你要一直去服侍這些 那這樣才有樂趣啊 那寶貝 他們的貼心體貼 跟後面 我們手女這邊 愛我呢 淡淡是愛我 淡淡愛我 因為只要是愛我的話 他就會體貼啊 這些 該做的 愛你他就會手 沒有啊 可是淡淡要的只是愛他 如果他一旦愛淡淡 淡淡全力付出耶 對啊 一定心什麼都給了嘛 對啊對啊對啊 而且我覺得 潤淡他們會寫說包容體貼 表示說他們會 他們會喜歡很多男生 他會期待別人來對他們 我覺得他們要的範圍比較大 也許他們一次可以dating 兩個到三個 他們很多曖昧對象 但是我們就一個 我說一雙我沒有說三雙喔 我說一雙就兩個 兩個 我是真的 我是很明顯 那你要的能力是什麼 能力跟能幹 我持得幾乎很長 人幹嗎 能力就是他的經濟上啊 就是他的生活上啊 對 就是可以給我們一個責任這樣 嗯 好 接下來第二題請問 結婚對象的月收入要多少 是嗎 是嗎